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在中国 人口最多的城市还要属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 人人都想要去大城市发展 很多大学生一毕业就往这些大城市里面跑 希望在这样的城市里面闯出自己的一帆天下 据数据统计 在2018年 北京的人口总数高达2154万 按理来说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无比繁华 而中国的人口有这么多 每年都会有无数的理想青年去北京追求梦想 但是 北京却算不得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要比北京还多1600万人 人们每天出行都像是中国的春运一般 这个城市就是东京 东京是日本的首都 截止到目前为止 东京的人口已经超过3800万 租数比北京的人口多了1600万 并且 东京的人口每一年都在大幅度的增长 然而我们都知道日本的领土并不宽广 而东京的人口这么多 平均每隔两米就会有一个人 也就意味着整座城市的人口密度是非常大的 为世界人口密度之最 在东京的地铁里 每时每刻都是人山人海的 人们走在路上也是摩金击种 几乎没有任何空隙 而这样的场景在我们中国只有在春节期间才会出现 因为大多数人都着急回家过年 因此到处才是人 而在东京 就算不是节假日也会出现人群拥挤的情况 毕竟东京的人口密度那么大 而整座城市的领土面积只有2155平方千米 最重要的是在东京大部分的居民都是平房 住宅非常拥挤 人们的交通也不是十分便利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生活 人们的压力还是非常巨大的 你觉得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别忘了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